咱再来仔细看看 何老爷子拍的这几张龙鱼照片 您瞧 尽管这龙鱼是呆在水下 但是这家伙的线条却很清晰 这是头 这是尾巴 再仔细看 似乎能看到尾巴还分着岔呢 而且何老爷子还说了 当时啊 这鱼一直在慢慢地游动 可这鱼形却始终没有变化 人提出来 人家提出来 这个好像人不为的 未变真伪啊 记者把何君发老人拍的多张底片 都送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影像见证中心 由当年鉴定过周老虎照片的专家 进行鉴定 结果呢 这专家说 嗯 这几张底片呢 都是真的 不可能造假 哎哟 看来这东西真是动物 一米建方的塑料板 请人用船 带到了水下物体的大概的位置 再拍照 按照这个比例 那不就知道这怪物的大小了吗 我用团的参数来拍 拍两个胶片来对比 这样大概这样子 幽默估计你这个大概三到四米这样子 三到四米 跟那个游艇那么大 我本身也持有怀疑态度 这么一个小小的湖面 存活这么大的鱼的可能性不大 那啥叫部分查明啊 原来啊 每次下水拍摄之前 潜水员呢 总会把镜头调到广角的位置 广角的位置 可这会儿呢 还胡光沿水下这次 回来以后 再看这摄像机的镜头 这都用广角 被改成了拍特写的状态 这一来这水下啊 那那就那就看不太清楚 这怎么回事呢 哎呦 难道有看不见的一只手 在拨云弄雨吗 资深的潜水专家 带着水下摄像机 潜到了 胡光沿湖底 随着潜水员 越向湖水深处前进 眼前的景象就越发模糊 光线就越发地昏暗 不然 在水下摄影机 镜头前面 出现了一层层的黑点 而且密度越来越大 难道是潜水员 无意间接近目标吧 要知道 这胡光沿的水啊 一向以清澈见底著称 可就在潜水员下探的时候 这速来平静的湖面上 就突然浪花翻滚了 也就在此时 两位潜水员 已经到达了一定地点 也就是当初 佛老先生拍摄到 楼鱼位置的正下方 他们定定神 展开大面积的搜索 忽然之间是水下 竟然生起了黑烟 难道是什么大家伙 要现身了吗 你别紧张 因为它是一个火山通道嘛 就是这样子嘛 因为我们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目前 它的湖水仙度 最新的地方有20多米星嘛 因为我们 加上它的表情 很多都是新服务 新服务 都把它盖住了 所以今天来的时候 你想找到这个烤 有些时候不容易 也没有人敢去 也没办法 用什么办法探错过 也没办法探 感谢观看